好 青皇剛剛看到 這個韓國瑜又開新的政策支票 引來各式各樣的批評 那他的兩岸路線跟政策的支票 那也引來今天蔡思平痛批說 一點誠實都沒有 對 因為韓國瑜這兩天遇到的狀況是什麼呢 是被問到關於跟中國之間的問題的時候 他看起來做了一個動作 就叫做迴避 但他這幾天另外一件事情 開了很多假大空高大上的支票 為什麼用假跟空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不斷的轉彎轉彎再轉彎 不斷的髮夾彎讓他的這些票 一開始就注定是拔他票 那是什麼狀況呢 是昨天我們看到韓國瑜說 要跟年輕人拉近距離 所以開了一個跟青年的座談會 結果有一個青年 單刀直入一個女生 很直接的問他說 那你要不要簽和平協議 這句話一問下去的結果 沒想到韓國瑜第一句話回他 不是簽或不簽 而是跟他說 我們用字要很清楚 關於兩岸很敏感 然後講到後面的時候呢 他就特別說 這個我其實還是很在意主權的 但講老半天就是沒有回答這個女生 那你要簽還是不要簽 看著這個女生滿頭的問號呢 韓國瑜自己也講 這位小姐我看你的臉都是問號 沒問題的 你再去看我講過的話 再問下去沒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韓國瑜的態度呢 他覺得人家是問號 他也覺得自己也是問號 但問題是在於隔天的時候 韓國瑜在跑廟行程的時候呢 又針對這件事情又講話 而且他還說什麼呢 一直談主權很無聊 但問題是人家年輕人問你就是 和平協議跟芒果乾這件事 你總是要回答清楚吧 所以當韓國瑜這件事情 他又選擇了回避的時候呢 主權問題這四個字 韓國瑜還是沒有回答 但另外一件更嚴重的事情是 他上個禮拜所開出來的支票 不斷地轉彎再轉彎 向故宮丟出來之後呢 他的國政善後團要幫他說 一次展覽不可能啊 一定要變成什麼呢 變成數位展覽才有可能 到最後又丟出一個說 我們要擴建故宮 光是一個故宮 轉彎了兩次 那然後呢 你又看到什麼 看到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升旗呢 到最後韓國瑜還跟你說 我看起來有那麼傻嗎 你知道他是在說這個 我其實是講不可能之後 又被媒體他自己接受 那個面對民眾的時候 直接說我看起來像傻的嗎 你知道為什麼丟出這一句嗎 因為他被問到民眾說 在澎湖跟台灣要做海底隧道 那這件事情呢 韓國瑜就不敢像之前一樣 這麼大方說 蓋 這一定要做的 韓國瑜這是沒有 韓國瑜這次的回應是說 這個問題比蓋升旗台還嚴重 你覺得我可以隨便講嗎 那你覺得我看起來像傻的嗎 這個背景是這個時候跑出來的 所以你會發現韓國瑜在面對中國問題 跟開支票問題的時候呢 他看起來都踢到鐵板 然後讓什麼呢 才會讓蔡思平在接受廣播的時候說 韓國瑜這些東西一點sense都沒有 一點sense都沒有 而且是什麼呢 你難道 他說韓國瑜都不先跟國政顧問團問過嗎 這句話之所以重要在於 他真的就是有問過 但是講不出來 到他嘴巴講完之後就變另外一個版本 所以有一些政見 明明他們自己網站上有放 但到了韓國瑜嘴巴裡面像故宮 就會變成另外一個版本的樣子 變一次性展覽 所以導致在這個選舉這幾天的選戰節奏變成 韓國瑜開支票丟支票 然後國政善後團不斷幫他善後 而且又跑出了一個新的名詞叫國政澄清團 所以這是史上第一次看到什麼呢 通常人家政見轉彎是當選之後執政再轉彎 但是第一次看到是在拿到政權之前 自己就不斷的轉彎轉彎再轉彎 無數的法夾彎讓大家對韓國瑜信賴度很差 所以我們看到新的四份民調 蘋果的民調裡面 蔡英文跟韓國瑜的差距差幾% 差了大概12%左右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差距更大 拉大到了多少呢 拉大到17%左右 那麼聯合報的民調呢 蔡英文跟韓國瑜差距12%左右 另外一份台灣民意的民調呢 兩個人的差距差了17.4%左右 所以你看到最新的四份民調 平均差距到12%到17% 對 12%到17%左右 就是聯合報的機構效應 跟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機構效應 跟蘋果日報可能不一樣 但是差距平均數在12%到17% 對 你會發現比較偏綠的機構做比較大 17% 但偏藍的機構做也有12% 所以他也告訴你一件事 因為他們調查時間 你會發現多半在25號到27號左右 也就是我們在討論他的超級罰價玩的時間 就是這一些高大上假大空的支票的時間 所以他反映出來是 這個事情在民眾心裡面呢 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那我只是比較好奇啦 有一個媒體呢特別針對這民調做了一個 韓國瑜止疊回升 這是哪一家呢 其實就是蘋果 因為蘋果之前曾經做他 大概不到23% 22%左右 所以等於在蘋果民調裡面呢 他是回升了5% 所以在蘋果的民調解讀說 韓國瑜叫做止疊回升 那既然這樣是止疊回升的話 我們就很好奇啦 開了這麼多的腦筋急轉彎 髮夾彎的支票之後 還能夠民調回升 那我們就替他下了一個註解 叫什麼呢 叫無知雖可此但有用 什麼叫無知雖可此但有用呢 各位如果去看一部日劇 叫月薪礁息的話 它叫逃避雖可此但有用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韓國瑜講出來的話 看起來這些政見很無知 但是以聚集聲量跟討論來說 它是有用的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的 無知雖可此但有用 那我問你喔 清皇蘋果日報因為每週追 蘋果日報就發現 蔡英文卡死在40%了 不會增加 但是也沒有大幅的下跌 對 可是韓國瑜有potential 有潛力 距離上一個禮拜 他增加了將近五個百分點 那表示說 韓國瑜投入選戰之後 不斷的動員 或者是這一個如果把藍綠的對立拉高的話 很有可能讓藍軍一部分的盤歸對 只是蔡思平跟黃青龍看不下去沒歸對 但是有一些人還是默默的歸對 這個讓我舉手講實話好了 我這樣說啦 藍軍的基本盤本來就沒有 韓國瑜上個禮拜的民調22% 23%這麼低啦 就再怎麼樣藍軍的基本盤 從30%到35%跑不掉啦 那為什麼 韓國瑜在上個禮拜會跑出22點多% 這個數字出來 簡單的說 就是本來的藍軍看到 韓國瑜荒腔走板的表現 我乾脆選擇不表態嘛 因為表態突然覺得 這個有一點點羞愧的感覺 不是很舒服嘛 所以呢 藍軍選擇不表態之後呢 不代表他不是藍軍喔 那只是說 當韓國瑜進入選戰狀態 然後藍綠對決態勢開始出現了 而他們也很確定 郭台銘這個選項也不會復活了之後 那麼這些藍軍當然怎麼樣呢 就會有些人選擇歸對嘛 他的potential是在這裡嘛 他只是在於說 韓國瑜還沒有其他犯錯的可能 讓這些人在民調裡面 暫時轉為不表態 差別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你認為藍軍的盤會歸對嘛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很妙的結構 美島電子報還追蹤另外一個結構 他把宋楚瑜放進去 宋楚瑜的盤也一定是藍軍的盤嘛 好 所以呢 假設我們把宋楚瑜跟這個韓國瑜 跟蔡英文三個人選 來放進這個盤裡頭 事實上 宋楚瑜跟韓國瑜加起來的盤 是跟蔡英文畢竟的 對 那表示說 宋楚瑜可以吹出另外一部分族群的藍軍選票 對 因為宋楚瑜他過去的選票結構 畢竟也是偏藍的居多 為什麼這麼說 你看他在2016年選舉的時候 宋楚瑜的親民黨拿了157萬票 這157萬票結構你認為是藍軍多還是綠軍多 而且這157萬票如果投立委票應該是偏藍的立委多 對所以就變成說宋楚瑜的支持群眾在上一波裡面 你其實看到反正是偏藍的居多 所以當這一波宋楚瑜如果他要投入選舉的時候 也應該是拉到藍軍的多 然後你看到在美麗島電子報裡面 那個9%的這個數字呢 是他還不確定他還沒正式宣布說他要選喔 只是他為什麼會丟出這個風向 是因為宋楚瑜最近開始主動接受媒體專訪 那麼像財訊的專訪他就做了四篇 那這四篇裡面呢 宋楚瑜其實是某種程度表現他對台灣治理這四個字的興趣 他還談到說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加日本文化加西方文化加原住民文化的融合 這個講法其實跟柯文哲之前比起來又往前在邁進了一步喔 那他丟這個東西你認為他是要讓給王金平選還是他要自己選 而且他還講了另外一件事情 他說這個王金平院長的年紀跟馬來西亞的首相馬哈蒂的年紀都比他大 這兩個人都在他前面幫他開幕打前頭 所以也就是宋楚瑜在告訴你 跟他們比起來我都算年輕的 所以我選總統其實也差不多而已